哇 好像大搖籃喔 有聲音耶 這個其實外面吃不太到 我們嚇你 來跑香菜 可以這樣直接吃喔 王妻 這回咱們不找主角 選配角 什麼意思呢 某些食材 令人覺得可有可惡 但少了它 整盤又不太對味 有些人是非他不可 某些人則是聞風上膽 老詹姆是不是 越講理越糊塗 來不囉嗦 我們看節目 這叫什麼 然後牠現在在幹嘛 牠在 躺著煙 對不對 牠第一步會變成什麼 怎麼會這樣講太快 牠會變 其實變酸菜 酸菜變福菜 福菜變梅干菜 對 但這次不一樣 因為這個堪稱是全台最大的 牠根本就是滿坑滿谷 是時候 對 好不好 該請這位酸菜王 或是掛菜王 為什麼不太清楚 福菜王 或是梅干菜 菜王 酸菜大王 酸菜大王 所以大哥 我們現在做的 只是做到酸菜 你剛好做 福菜 梅干菜 沒有福菜 直接酸菜跟梅干菜 對 這個怎麼算 我這個 剩一塊 一塊 一塊裡面再放多少 一塊 再放一夾兩分 一夾 一夾 一夾的菜都在裡面了 對 很多 這個很深 很深 這個老婆 老婆深 老婆 這麼深 有 還有 這麼深 剛剛看到這邊菜 對 以為就只是 把這個樣子而已 對啊 就是這麼深 這個是從從 多久以前你就這樣弄了 這個 以前就是用 茶茶茶 木桶嘛 對 這麼青 木桶也這麼青嗎 木桶沒有 這是現代現在做的 你說的就是 古法 古法 這現代 前來有弄你口罩嗎 因為現在木桶沒有 藥了 沒有材料好做的木桶 現在材料都弄 這種 怎麼會 往上做 我要往下做 不好做 麻煩 比較笨 是我要往下做 菜這麼重往下丟 跟往上 你要搬上去 當然是往下丟比較省力 對 他們都兩個一頭 對 真的啊 他看著我 而且我剛剛有點嚇到你了 因為 難得他這樣 可是你去想 你坐高一點 你可以排水 對 你坐在那邊排水 切蛋我告訴你 讓你熟 讓你熟 酸菜大王還給我哭哏 老詹 我此時 最好奇的是 這一夾兩分的酸菜 怎麼把它 淹進這一座座的水泥缸 來體會一下 坐冰箱灰車 好像大搖籃 有聲音 好高 還在飛的頭 也嚇到一塊了吧 好像冰箱灰車 滿可怕的耶 好帥 我是這樣倒的喔 好累喔 現在 阿拉現在在幹嘛 在鋪平吧 這樣鋪平嗎 鋪平喔 這樣怎麼看啊 看起來都平的啊 又有什麼傻言啊 他就鋪平 對啊 很像是更多的啊 喔 他就是一直 藍對面這一招這樣子 喔 所以下一個他會放一個嗎 對 對 你可能他放地方 會放不同地方嗎 喔 你再給他 這車先掉了 水要去 水要去 所以你要辦公 你看你要往那邊上 然後邊倒 這樣就不用撲他又撲啊 有些黃蝦子也沒關係 好 黃蝦子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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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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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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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坐好看 一人一個耶 好,來 太有趣了 你又爬樓梯耶 再三個人 對 直接坐兩個人 來,換你們 換你行可以啊 我三個人也可以喔 我跟你先 為什麼 當然是你最後啊 趕快啊 欸,但你怎麼選中間 直接幫我撥開 這樣怎麼做 要蹲著啦 那我手要搬打啊 這裡一定要 哇,好累 好,來 好可怕 怎麼會動 我們是在拍 伊莉莎的主觀鏡頭啊 好 好 來,請問 那也是鹹菜嗎 對,那是鹹菜 這隻骨頭就是都要用牌 兩張兩張 看牌 這裡沒有人了 沒有那種菜有牌 現在最新的方式就是這樣 所以這裏面是有鹹菜 對,那是好 剛才剛才只好 它本來那麼高 然後它就把這個石頭 一個一個堆上去 它就慢慢壓 壓到現在就壓了這樣 所以這裏面也是生的 對啊 這把是青的嘛 對啊 青的 然後又為了堆更多 再把它打高一點 對 可是這個還是回到原點呢 牌子也怎麼牌 它有一個狗 水管 它會比較多 集中太子 它會拉頭子 然後再曝曬 不用衝 對,他說 它打高起來 堆高起來 水管接著 它現在這樣壓的時候 水就會出來了 對,照出來 水出來之後 它就煮了 這個一直煮 就一直煮 所以是壓住水 對,還在這裡 可是你把最後的酸菜 拿出來的時候 最後裡面的那些水呢 這個煮 再煮出你賣 全台八層的酸菜 都來自打皮 每年種植面積約1000甲 一甲可以做出50噸的酸菜 要說這裡是全台的酸菜基地 是一點都不為過 這個是 酸菜 酸菜雞 酸菜雞 酸菜雞有名 好香哦 這是你煮的嗎 對 真厲害 好 我們現在要煮什麼 烏鍋魚 煮我們的小酸菜很好吃 我要怎麼煮 來 冒坤 冒坤 用水來 我用到的 對 現在我現在 剛才煎好了 現在煎好了 把它倒下去 你現在倒下去 香味就出來了 對 有沒有 香味就出來了 香味就出來了 加水下去 加水 對,加水 加水可以滾 你如果這麼夠煮 什麼人幫你加 他煮的 他煮的,你怎麼吃什麼 好 我怎麼會煮的 你是因為現在打的 你怎麼煮的 沒有 我跟他都會想到他煮的菜 我沒有煮的就沒吃了 我沒有煮的就沒吃了 我一次也都這麼直覺的 曬恩愛 對啊 我沒有煮的就沒吃了 我沒有煮的就沒吃了 他都吃了也沒關係 是啊 這是小酸菜和鹹菜不一樣 不一樣 鹹菜 這是小酸菜 這是大酸菜 小酸菜是 這個酸菜就是小酸菜煎起來的 這是菜鳥 這是大 童年在吃長年菜就是這個 對 對不對 這是比較稀長的 這是稀長的 鹹菜就是用這個稀長煎的 我是聽到 他聽到不懂 對啊 你說什麼 你好漂亮 你好漂亮 這是 這小酸菜就是 對 這是小時候 那個是大人 這是小孩 小酸菜就是小孩嗎 對 小酸菜 然後種成這個樣子 種成 這樣就好了 你看它是不是很厲害 它一採魚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對啊 是濃濃的 加一碗湯水 可以配飯 對 配飯 這個要做什麼 這個要煮掛菜雞 掛菜雞 一般你菜只要掛菜 它沒有芯 對啊 都比較綠 對 比較綠 你怎麼看 這個芯比較厲害 來 不是 這個我們新的就是比較有結心 你們菜市場新的 沒有結心 是打打 這是專門拿來新割菜的用 對 菜市場是人家 去做當理菜的 對 你來人的 你來人的 現在這個掛菜 你有概念嗎 你也有概念嗎 不好意思 我才會這樣 對 真是的 你才會這樣 不好意思 對啊 割菜雞 這個水滾 雞再沾下去 對 這個雞湯你早就先沾好 對 雞肉都沾下去 而且它很厲害 它把雞肉先拿出來 不然它就 會太老了 久了就太好了 要加薑 對 要加薑 掛菜不要煮太久 輕脆 輕脆 如果當理菜就煮久 對 當理菜煮久 因為當理菜 你滾當理菜是含糊子在滾 掛菜雞是不糊子的 它會切 吃它的梗而已 對 吃它的梗 你等一下吃 我的掛菜 這肉很 掛菜真的不苦 你菜吃的掛菜會苦 苦 會苦 會色色的 但是外人就是要吃苦 苦 你嫁給他幾年了 30年 30年 你們家的進行在什麼 我沒有 你是怎麼知道的 太燙 好像很多畫面 你是怎麼知道的 是我媽媽教她的 我年輕人這麼久 我媽媽自己很幸運 她就是跟你們爸爸媽媽吃飯 你 很興奮 你在問我 我怎麼 自己 這樣跟這種 像第一次的梗那種 我以為 很脆 你看 你轉眼 你轉眼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第一眼就咬它了 就對了 媽媽就說 嫁這個好了 這個太滑了 這是原分 原分 你以前來這裡吃 他們到底掛菜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你現在吃30年才不會 不會 這個這樣好了 這樣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要吃了 酸菜雞 酸菜雞先吃 好 好香 好好吃 真的 它很脆 這個沒有人醋 對 這是自然發酵的生 這個它不會過鹹 這個沒有人醋 難怪酸菜雞 大家喜歡吃 那個鴨油又香 然後酸菜就可以去掉鴨油 有時候你會覺得怕會腥味 他們沒有 我是酸菜的鴨想要講 真的 會想念 吃酸菜 對 牛肉麵的菜味酸菜就多 對 好吃吧 很好吃 它真是無故煎了 然後魚香味出來 醬油上去的時候 那個醬漿味上來 酸菜進去水進去味道 很快 而且酸菜還是脆的 我覺得它最好吃 就是它那個腥的地方 包括剛剛那個酸菜 跟這個小酸菜 這樣吃起來 整個那個脆度很夠 不怪你現在是酸菜大王 因為做料好 大家不知道自己買 我們做的不一樣 方式不一樣 我們做的方式跟 國瓦亮式的方式 這個過程 你就是 比例 鹽巴 鹽 比例 就是剛才上面有在 對 你給那個 對 對 你說不夠我才會用 我說 菜有不一樣 怎麼樣 比例 他有在算比例 對 以前有在算灑 就是他在上面看的時候 他也要看它的密度 只要往哪邊灑 然後灑這樣 然後他這邊要灑要灑 不是說一直亂灑 不是這樣說的 對不對 我眼睛睛一直看 今天的終極料理 我們就用酸菜跟香菜 好 這邊是蛋 我們現在放酒進來 這要炸香菜 對 這是你們家的作法嗎 我們家 從以前祖傳到現在 祖傳是你爸爸的爸爸 也都是這樣傳下來 從阿祖的阿祖 阿祖 是喔 把它打魚 這邊可以點一點油 因為點一點油 它會比較容易把它拌油 以前我不知道 我會把它弄得很濃 後來發現很濃 其實它炸起來 怎麼說 就有脊髓 對 所以就差不多 要一點水泥狀 對 對 就這樣子喔 不要小看它 我跟你說 放在飯裡面去 拉麵塞 我來講 這真的很好吃的你 沒好笑的 童手無心 要炸到什麼程度 差不多啦 這樣就可以了 焦黃就可以了 差不多 但你要可以再焦黃一點也行 對 我給你一點點 讓你先試吃 好 這邊我就繼續炸了 好 好不好 很燙 不好意思 它很酥耶 它有那個空氣感耶 對啊 因為它裡面香菜 現在是整個圓對不對 然後旁邊那個麵皮 會有一點空氣酥酥的感覺 然後香菜因為炸過之後 我反而覺得它那個香菜 那種比較嗆的味道是沒有的 吃起來會更順口 這我們家從過年一定有 而且一堆 它就是有點像天賦爐 我也不知道 這蝦蒙 有時候去蝦蒙你吃得到 我還要切耶 大哥來 你不要這樣吃 沒有 你們的香菜 這麼久 第一次知道我用翅膀的 很燙喔 外酥內容 非常好吃 對 它有那個咬下去酥酥的口感 對 這過年可以做 這過年一定要做啊 就是我們家就是過年一定有 好 好吃喔 超好吃的 我跟你說這還不夠好吃喔 不然哪個更好吃 你待會兒跟湯拌在一起 我告訴你你會怕死的 跟你的酸菜魚也搭嗎 搭… 因為酸菜魚本身就跟香菜很搭 我們家就這樣枕落 它會堆高高的 好開心喔 小孩子有沒有 那經過就抓一個跟我們走 然後撒一點胡椒其實就很棒 我們反而我們直接就這樣吃 我們連一間胡椒都沒有撒 好 這邊就來 這樣先進來 因為要做成湯飯 所以我會跟一般酸菜魚做法 稍微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把這個蔥 薑 蒜蒜 這些先把它爆香爆好之後 然後我們會把湯創進來 讓它煽了之後 然後最後再把它過濾掉 再炒酸菜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吃到酸菜跟魚 比較方便 那一般酸菜魚是怎樣 不要過濾喔 酸菜魚一般就是這樣一直炒… 然後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最後… 都不夠力 最後再沖一點油 我今天不沖油 來這邊來一點 花椒油 比較香 對 沒有 香氣的味道 然後蒜的味道 不用加辣椒 沒有 沒有 最後會加 最後才加 但是這個還要炒香啊 因為如果不炒香 這個就沒有味道了 好 跟辣椒之間 跟辣椒之間 然後辣椒把它炒通 來了 有嗆喔 有沒有 辣椒都空了有沒有 對 哇 讓它繼續可以 幾乎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這個要幹嘛 我們不是弄好嗎 炒酸菜啊 我們還煮雞才在這邊啊 還有酸菜 要放幾 酸菜要炒 不是直接丟下去嗎 沒有 酸菜要炒 那香味才有趣 還有之後會放薑啊 因為我們的味道都弄 我們先把酸菜下來炒一炒 不會炒 就炒了 炒熱就好了 好開心喔 可以肆無忌憚的 亂加香菜 湯那個魚是咖啡菜的 對啊 因為它熬很久了 還沒加鹽 然後我想加鹽 然後白骨就要來一點 你看 這個魚呢 我用了酒跟鹽先醃過 有人會用澱粉 我這邊沒有 現在進來這邊 待會兒它熟了 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配飯吃 所以這個也要放香菜上去嗎 當然 就這樣 然後一塊香菜 好豪邁喔 好 這個就是我們家的 祖傳秘方 香菜的吃法 那當然我們不是用酸菜魚 我們是用常年菜 過年我們就這樣吃 來 吃吃看 好 你可以先用飯跟湯先吃 香菜炸香先等一下 你試試看這個 酸菜魚飯 可以喔 第一次這樣吃 你現在香菜這個有沒有 你就把它放到裡面去 就瓦在一起吃 你說要給它泡的湯是不是 可泡可不泡 感動 香喔 真的很好吃 很香耶 泡進去很好吃 對 而且泡進去它那個 蓬鬆感還不會消失喔 然後還可以吸香汁喔 今天是因為你要酸菜魚 你要是用一般的常年菜 它沒有辣味 所以它吃起來 那香菜味道會更明顯 我光是這一碗 我一年過 每年過年我可以胖三四公斤 這個我可以吃三四碗 對啊 真的 你不會吃 你在健身 跟我發生中了 要補充一點能量 你再鑽 你現在泡一泡起來 你可以整個夾起來 直接這樣吃也好吃 它就不一樣的味道 有沒有 真的耶 馬尾 你說 因為你也可以煮任何的麵 然後上面放一塊這個香菜 對 我們都做 N水吉 你再放一塊 我跟你講百搭 百搭 這就是我們家的過年煮傳菜 但我在節目上面 這應該是第四次來第五次 跟大家聊這件事 但我用酸菜也是第一次 香菜 酸菜 糙糕 甜椒 很多人認為它是配角 但我可以告訴你 只要你做一些不同的事 不同的想法 他們隨時可以藥身為主角 因為這個沒有N水吉 就普通沒什麼好吃 嗯 試試看 酸菜也好 對 節目最後還是一句老話 食材沒有好壞之分 就好比剛剛的終極料理 它可是啊 我家裡面最重要的一道主菜啊 酥酥料理 咱們下次見囉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不吃的酥酥料理 吃飯囉 午後 吃飯 час